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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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必須你們說那些政策齁 要繼續給我講 結果他還會記得 還會叫我來講 各位同心 各位鄉親大家早安 大家好 不簡單齁 大家早安起來齁 今天來這裡上課 這次人有這種這種機會 我覺得說 值得你們自己為自己鼓掌一下 那個 等一下 那個 投影的那個設備 怎麼開 怎麼開 這個怎麼開 還不開呢 沒關係 沒關係 過去齁 過去齁 六十幾年來齁 我們台灣 被摧殘得很嚴重齁 所以我感覺就是 這是我們的當務之急 所有的 所有的事情 對 軟體到軟體 硬體到軟體 我們一定要趕快跟他重新建立齁 那我們現在今天面對的就是什麼 我們台灣被摧殘得很厲害 我所 現在遠路我們看到那個 路啦齁 都修理 都弄得很不便 九尾都軟七八糟 包括一些社會 最我們改造的事情都沒有做 現在是這個中華民國齁 民間組織齁 想說要怎麼賀錢 要怎麼來 來 來創很多建設齁 所以 我常常想說 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沒有辦法做齁 真的是 說說實在啦齁 你如果一個政府 就要那個積極感 你要對得起百姓 畢竟我們領的錢 是八成的錢 不是說 這些錢領 你沒有事情 叫八成的六歲金 然後整天坐在那邊 什麼事都不做 上禮拜我就說了 上禮拜我就說了 對一間社會的事情 我們看說 一個政府他用不用心 因為我 我在路裡看到那個 我們早前有那個 街道有那個青道服務 他們都撒一台洗台車 一手手在路邊在掃頭 我就看說 這個民間組織齁 他做事一點都不用 因為怎麼 這些人在做那些工作齁 很危險 因為車在旁邊在走 他的工作已經很辛苦了 你們村的這些公務員 坐辦公室 什麼什麼長官 從來沒有為他們安全去掃過 因為那車如果不注意 整個掃到 那掃到之後呢 就要簡單的扶序金 幾十萬 改割了 其實我們想說 我們做一個政府 未來各位都有可能是 重要的官員 我們要拿八成做的事情 所以 我們就要想說 這 這種情形 我們要怎麼改善 在我個人想到 就是說 應該有一個安全的距離 譬如說你要有一個安全設施 這個人在這裡掃頭腳 頭前 譬如說五十公尺 或是怎麼樣 你一定要設置一個路障 還是說 比較明顯的 警示燈 讓人 塞車的人過去的時候 之前他 經過十公尺 他就知道說 頭前 有人在掃頭腳 有人在這邊整體試 我覺得這是最基本的事情 甚至 不能讓他們一個人在掃 然後就一座人 這座人 可能頭前是一台 小台車 反正一個警示燈 什麼 弄一個箭頭 那個閃亮的LED燈 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這 我們就要去想這些工作 拿這些 我們做工作 一些同事 或者說老百姓 因為我相信老百姓 他也不願意說 那車去弄 要是怎麼樣 所以我就說 對這件小小事情 你就可以發現說 這個民間組織 這中華民國民間組織 他到底 有沒有用心在做事情 這下一次我們都要做的工作 那個 在我 要開始說之前 我又說一件事 1960年 1960年 美國跟日本簽了一個很重要的條約 叫做美日安保條約 這個美日安保條約 因為現時 我們來上課 我們是要了解 古今三合併條約 政情法 尖領法定 國際法定 我們去外面說 我相信 有的人一定會對著說 這瘋的 你們在說這是什麼 都說得這麼親 說實在的 必須長在 讀的 日本 這些法律 其實是很親 所以我就想說 要把各位報告就是說 有一個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1960年簽訂的 美日美國日本安全保障條約 1960年就已經簽訂了 這個簽訂的範圍 你如果去網站看 就會發現說 它反而 在1996年的時候 他們又 這個合約又重新修訂了 修訂什麼 它的範圍包括 台灣 和南海群島 甚至去到 南海那邊去 所以如果有人說 我就想說 你簽 美國和日本簽的這個條約 奇怪 中國怎麼沒有抗議呢 為什麼 你美國和日本 憑什麼 把台灣放在這個條約裡面 理論上 他應該抗議 他沒有抗議啊 表示什麼 很清楚啊 表示 我們台灣這堆 又是受益美國的簽訂庫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很容易在網站上面看到 我 我看看 我不知道有 這個 看看 對對對 這 這是我自己 還是你幫我找 好 這 1996年 美國日本發表的美日安保 安全保障共同宣言 範圍包括 包括 包括台灣海峽東南亞 你們不知道看得到嗎 稍微拉高一點好了 台灣海峽東南亞 來自於波斯灣地區 1996年這個地方 再往上拉 對 來 2010年 美國國務卿 西拉瑞 跟 日本的外交大 外交大臣 說 對於台 是屬於日本通敵的領域 適用於美日安保條約 第五條 此區區域如果遭到武力攻擊的話 每日將共同應對 所以這已經寫得很明顯 我們台灣人看不見 這麼明顯的東西 中國怎麼出來抗議 他怎麼沒有抗議 他不是一段話說 我們是他的 神聖什麼 不可分割的領土一部分 我跟你說 中國 他膽敢一個子彈 掉到台灣海峽裡面 竟然他等於對美日宣戰 這兩個國家 你挑一個國家 他們都打不贏 現在不是要說政經的事情 而是說 這個條約很清楚 你美國跟日本 用什麼法律根據 把台灣包括在裡面 我們就去想 我們去疏忽 這就是 比如你們發言的 經過 舊金山和平條約 戰爭法等等 國際法頂頂去發言 所以我們可以 現在憲主席是這樣說 可是我們去追根究底 就是根據這些條約 下去 他所產生的 他才有資格來簽訂這個 美國日本安保條約 這個 這份文件是我的 這份文件 就是台灣 台灣這邊寫的 不是國外寫的 麻煩你 再往 拉到下面 這邊 這裡都有 這裡還有 這裡還有 這裡還有一張 上面 對 對 這又是 這又是 這裡有 網站的資料 這裡沒有 沒關係 你們有幸福 這個資料 可以讓你們 去網站上面看 我們就很清楚了 這份資料是 台灣 台灣一個人寫的 不是 這裡有一個網站的資料 所以 所以這不是說 我們自己去 他有一個資料 資料的來源 這樣先讓大家做參考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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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開始要進入主題 新竹州的建設藍圖 我們知道說 包括我剛才在講的 那個 一個政府 一個 一個 很主席 這個民間組織 他有沒有用心在思考 在思考 工作人員的安全 以及人民的一個安全 我剛才在講 那個清道夫這個例子 就是很明顯的 表現出他們的心態 所以我要講 就是說 過期 這是沒有電 是不是 OK 來 過期 我們台灣 六十幾年來 其實 我們自己想一想 我們仔細想一想 可能 很多人 覺得說 現在 我們的日子 這樣過就好了 好像 就這樣 每天早 早上起來 出去工作 然後晚上 晚上回家看看電視 罵一罵政府 就沒事了 小孩 請用大便 就好了 但是 但是 如果我們沒有發現 一個真正事實 在裡面的話 我們絕對 不會去各稱 說到底 我們台灣 我們自己的生活空間 被壓縮了 有多少 要買台灣 這塊土地 裡面 是怎麼 有很多人 一些人 看邊不用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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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我 還拿去中國 在買 但是 我們 我們 中國的 裁造 大多數的人 都要入金保肥 那 憲主席金保肥 他還說 要跟你做二代健保 那意思就是 要跟你開價 那 好像 大家都 逆來 順收 沒有想過說 這些事情到底合不合理 我 要講就是 過去我們 壓榨太久 我們自己 大家就說,啊,水錢要蓋,電錢要蓋,還是油錢要蓋 稍微笑一下,稍微疼一下,過去又忘記了 我們八生不知道是太過善良還是太過傻 都沒有了解說,其實他一點一滴,要把我們脊骨,吃肉 他都不放過,那我們生活空間被擠壓,我們自己都沒有感覺 包括小孩子的就學,就學的問題,然後有很多小孩子他需要助學貸款 你如果一個家庭有錢,你需要助學貸款嗎?應該不用吧 但是為什麼我們現主席台灣有九十萬的孩子,他需要助學貸款 助學貸款之後,他自己畢業以後,他又沒有錢,偷偷來行 他為什麼沒有錢來行,他不是說不要提錢來行,他是沒有工作嘛 沒有討論,啊,這些討論走到那裡去,我們不要去思考這個問題 我想說,他們那個中國人來台灣,我就說過了 那一個小孩子,高中生而已,一個月可以領三萬 甚至有的領到三萬嗎? 大,也不用錢,都把他們穿好色,穿好色,都可以讓他們去討 我們自己的小孩子呢? 我們在座有什麼人的小孩子說一個月領三萬的? 讀書領三萬的,有嗎? 對呀,怎麼可能? 我們自己都沒有去注意到這些事情 那當個順民 當個順民,當到最後呢,大家都被 正經會 自己都被壓榨很久,我們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 就是說 我們要了解說 這個社會它到底是不是處在一個 很公平的 這個階段上面 如果不是的話,我們要怎麼來改進 我們有法度來改進 有法度來改善嗎? 我們如果有法度來改善,為什麼我們不來改善? 我們就說 一定要 短短 短短說 啊,不得已了 正經都賺不錢 才開始要結明 還是說 開始要做什麼動作嗎? 那時候 我告訴你們 絕對不會有 因為很多事情差在一點一滴,再把你壓榨 那你會 慢慢把你壓榨 壓榨到最後,你自己都沒有感覺 啊,我們台灣其實過去到現在 都在發生這些事情 包括我現在在說的 價值觀這種東西 你看喔 他們在加我們加的東西 都是交換式的 交換式的價值觀 他都條件 都是 你如果像那個 我們看 現在是他們做很多工廳就知道了 啊,你如果有給我 好處 我這個工廳就給你做 啊,所以他們有很多賄賂 貪污的現象發生 啊,很多 你看他們的選舉 選舉就是說 我給你多少錢 我給你多少錢 啊,你條我給這個區域 你會給我捐多少票 啊,捐出來 你如果賺年之後 後面 這個區域的官給你做 這個地方的工廳給你保 所以我們 這個又要回到說 我們自己要自覺 我們被壓榨了多少東西 啊,他們這種中國世界的交換式的 價值觀 其實他們幾千年來都是這樣 幾千年來都是這樣 所以他不會對一個說 百姓認真的去思考 說到底我要拿八成做什麼事情 啊,我們 我們是拿八成 積金的錢 我們要好好來做 他們沒有在想這個 他們想說我要怎麼跟你交換 啊,這種 這種價值觀 我們要把它慢慢去把它修正 慢慢改善過來 我們台灣才有希望 所以 我就說 當時我們去廟宜 去拜 我們也常常在跟 神明說 啊,我 你如果給我怎麼樣 你如果給我發財 你如果給我保庇 你如果給我保庇 那種更多 更多的 生禮來幫你拜 啊,其實 我們在拜神明的時候 過去我想 應該比較沒有這個現象 我認為 我們的這種思考是 一種中國式文化的思考 因為我們在拜神明的時候 我們在拜神明的時候 那是我們心願意 跟神明做個告解也好 跟他們做個溝通也好 請他們來保佑我們 但是 我們不可以說 啊,我們改善了 對吧 啊,這種交換式的這種價值觀 其實我們 也是 無形中我們被摧殘的 去 去 把我們的生活當中 帶出這種 交換式的價值觀 啊,說實在的 這是不說太好了 啊,想說 第一項 我們 接種後 我們要做第一項工作 就是 地方公益 憲主持 其實我們台灣 很多很多那種艱苦人 像說 我經常 我都要說那個 玉蘭會的故事 啊,不就是 有時候 我們會看到 那個 歐巴桑啊 還是歐利桑 他們撒那個車子 上面是堆滿了 寶特瓶 或是紙箱 他們拿去買 那 正確說實在 賺 賺多少錢 但是 你怎麼去 去死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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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三更半夜 有時候 發明 我們就說 趕快回去 看到那個 歐巴桑這樣 還在那裡 撒的車子 看起來很可憐耶 他們 賣那個 玉蘭花 我也覺得說 我們的社會怎麼會變這樣 為什麼這些人 那都 我們自己的鄉親 為什麼這些人 他沒辦法說 在那個時間 讓我回去休息 還是說 不要在騎你路邊 在那裡賣玉蘭花 我想 他如果 更好的生活方式 他絕對 不會騎你那裡 賣玉蘭花 這就是我們 去收購的地方 這裡的玉蘭花 說實在 我看他們路 路 一樣在賣 然後呢 你說他們 生活 生活上 難道說 只有他一個人 在過生活 沒有耶 我覺得他們家裡 絕對有一些 他們的親情 譬如說 先生 太太 小孩子 愛妻 甚至 我們剛才在說 健保的問題 反正他們 健保肥都不會去 這是很有可能的 說到這個 我也是幾個月 因為健保肥 他給你去 沒辦法 我們很多人 我們社會 現時很多人 健保肥都不會去 他就把你鎖卡 他在威脅人民 他在用 他在 他在用他的 他濫用他的權 權力在威脅這個人民 說你沒落錢 我就要把你鎖卡 鎖卡 如果這些人 要去看病 要怎麼樣 對啊 他們健保肥就 沒去 你又叫他自費 沒去 就很奇怪 那一個 一個民間組織 這種濫政府 做了這個程度 他是用威脅 稍等我會說到 我們整個鎖六關 教育鎖六關 的問題 就是說 威脅這個東西 他們就是用 威脅的方式 來逼你 就範 所有的事情 都差不多是這樣 你健保肥都不會去 他就叫 他就給你鎖卡 你不假 不假我就不給你看病 就叫你去 出你丹市 很多人 他不會去 你如果說一個 可能他還有辦法處理 但是如果 說 那有 兩個三個 他一個月健保肥 幾十千塊 那 像說他這個賣 玉蘭花的威脅 你想他一個月賺幾十千塊 那很辛苦的事情 那一斤玉蘭花 那一斤玉蘭花 他要賣到一百塊 才有五百塊 那你想他多久才有辦法賺到一百塊錢 一百串的玉蘭花 那他要 他要賣到 一千串的玉蘭花 才有辦法賺到五千塊 那你又叫他 立憲保肥 所以我們 那我們社會上 正經辛苦人很多 那就是說 這部分也是說 未來 譬如說我們 執政之後 我也要拜託各位同心 就是說 我們 最近 自己家庭去找看看 有這些需要 到三天的家庭 有沒有 需要家庭 到三天的那個 歐巴桑啊 這些 比較窮苦家庭 那包括小孩子 他們付不出 助學貸款 包括那個 小孩子兒童的營養午餐也是 憲主席 因為我一個朋友 他在做小學的老師 他每 他每 他每次都在煩惱這些小孩子的問題 一個班上大概有三四十個小孩 寄人 差不多 有五六個交不出來 營養午餐的錢 那沒幾百塊 那沒多少錢 他們交不出來 所以 我就希望說 拜我們社會公益 我們這是第一個 要趕快去做的事情 把一個社會上 應該 正常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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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作 喔 我們趕快 要改進過來 不用說這樣 繼續 軟下去了 當然 這是過期他們 很多 政策 錯誤 這個政府 這個民間組織 他所犯了很多錯誤 那我們不管 以後我們執政 我們就趕快來做這些工作 接下來就是教友 教友是 很重要的一項東西 因為 我覺得這是 一千年 一百年 我們要做的工作 我剛才有說 像 我有說 威脅恐嚇式的教育 很注意 所有學校都有跟你說什麼 你如果犯錯的話 要記警告 要犯錯的話 要記小過 犯錯的話 要記大過 三個小過 又可以換一個大過 又可以換一個大過 小孩每天都生活在威脅當中 這不能做 那不能做 他都用威脅 三次大過飯滿 就叫你退學 他 憲主席 為止 我們全台灣的教育單位 還是這樣子 他沒有把這個東西拿掉 我們一定要把這個東西拿掉 我們不能用威脅式的去教一個 教一個小孩這樣 因為這些小孩 還要大 他也是用威脅式的在 教導他的小孩子 跟他的家人親戚互動 他的朋友跟他董事 都用這種互動的方式 所以 像說 我覺得 這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他們 都是用這種威脅式的 恐嚇式的教育 在跟你 威脅 什麼什麼不行 他用技大過 以後我們要改成什麼 用獎勵式的教育方式 鼓勵孩子 鼓勵我們的社會大眾 去做事情 去做工作 做不好 我們也是要繼續鼓勵 因為我們 如果說國外比較先進的國家 他們在做就是這種工作 他不會說 你做了什麼事 我就 犯了什麼錯 我就給你記錮 孩子會怕 他就說 我人生的污點 所以 為什麼有很多 小孩子 他自暴自棄 我們社會就是這樣 現時是我們的社會這樣 但是過去 我們的社會 不是這樣 這都不是 六十幾年來 他埋下了很多 不好的東西在裡面 很不好的跟 很不好的跟 結束在我們的社會 所以 社會有很多 包括 成人所犯的一些罪犯 事件 他的模式也是這樣 用威脅恐嚇 來達成他的目的 所以這種教育很重要 我剛才說到這種 這種威脅恐嚇式的價值觀 我們已經要把它拿掉 跟什麼 跟他尊重 跟鼓勵 我們的尊重 我們想說教育 譬如說 語言教育好了 語言教育 大家都有經過 我們過去 很多年來 他都跟你教 你一定要說國語 你如果沒有國語 就是沒有水準 你如果說 你的國語帶有口音 那就是沒有水準 他們自己 我們說外省 外省的口音 他們都說很可愛 說外神佩佩講 有外神腔很可愛 如果換作你客人 還是說 那個 兵不做虎老人 還是說 高砂族在講這個 所謂的北京話 有口音 他就會說你沒水準 所以這就是 我們在看的事情 就是說 我們要去尊重一個文化 去鼓勵一個文化 我的母語是 何老人 我的母語是 日本語 像我爸爸 他的母語就是 日本語 他說北京話 當然沒有標準 像這種現象 我相信 在座很多人的家庭 爸爸媽媽 阿公阿嬤 他說日本語 說得很順 他說得很優良 說何老人 客家話 都是很自然的 講高砂族的話 都是很自然 我們要去尊重別人的文化 去尊重他這種文化的差異性 語言只是一個工具 像他們這個中國學的文化 就說 他們說那種才有水準 才有標準 所以這種語言教育 我們在說的就是說 它可以反映出 我們到底有沒有尊重 或是鼓勵一個文化 它繼續生存的空間 就要從這裡開始 你要去尊重人說的話 包括未來 我們說 語言教育 很重要 鼓勵師 你有沒有怎麼說 我們未來要做什麼 就是 英語跟日本語 是我們一定要發展的 包括那個 我們自己現主席在說的 何老人 客人 客人說到這裡 我稍後會說客人 這部分 它會是我們新竹周 一個非常重要的語言 那部分 稍後再說 就是說 這種 這種教育的文化 你要去 透過尊重跟鼓勵 讓這些文化 繼續保存下去 畢竟你一個文化 要繼續下去 你要教 這語言是最基本的 然後我們在教育方面 我們也透過 語言教育 藝術 美學 文化教育 來鼓勵 我們的後一代 甚至我們的社會 越來越健康 像這種心靈的教育 因為 其實我們說起來 我們認真說 我們台灣人過期 如果不是國民黨 走來台灣 真的國民黨 把台灣 整個文化水準 氣質往後 拉倒退幾十年 我們過期 我們台灣水準很高 很多人知道 我們在日本時代 它是全世界排名 前五名 就算沒有前五名 也有前十名 它 月日市制率最高的 國地區之一 國家之一 很多人知道 結果國民黨來 都一些月日的 穿糙的 來這裡 把我們整個破壞 把我們台灣人 整個氣質都破壞了 水準都破壞了 所以我們心靈教育 這種好的教育 我們要趕快找回來 我的故事就是 我們接種後 我要請 請 日本的 日本的那些教師 老師來台灣 為什麼我要請日本那邊呢 因為 跟目前為止 日本還是全世界 先進國家公認 它道德教育水準 最好的一個國家 這裡很多 退休的老師 我們可以趕快 趕快 趕快做 一代傳一代 把這個種子 一次交很多人 交好的家的人 又可以分散到 更多的地方去 他們這種 他們這種老師 據我所知 還蠻多人的 尤其退休的 他們還有 那種熱誠 他想要把這種好的東西 帶進來 我覺得 這是我們一定要做的事情 就是說 也同時 把過去 六十幾年進程 我們好的東西 要重新把它連結起來 透過這種連結 我們每一代 越來越好 越來越好 所以我們看 我們現主持在看日本人 我們有時候覺得 人的勒毛怎麼這麼好 人怎麼這麼有勒索 其實他是 他就是透過這種 教育方式去教 他不是說 只是課堂上這樣跟你說而已 他是真正實地去執行的 對人要怎麼樣 譬如說 我在日本時 我就看 他說 他們到底是有人教還是沒有人教 他們在公共場所的時候 用手機的時候 他就很注重這種手機的理解 現主是我們 我是現在在記這個 現主是我們台灣 其實沒有一個地方 一個教育單位 在教孩子說 我們手機讓我們方便的同時 我們有去搜尋就說 欸 他的規範是在哪邊 他的理解是在哪邊 但是我去日本 他們在公共場所 其實很少聽到 他的手機靈響你知道嗎 尤其他們一些 就是說比較安靜的場所 包括一些上課這些 其實大家 我覺得大家都蠻注意 公共場所 也是這樣手 在講電話 手都安靜 他很怕去打擾別人 其實那種感覺 你給他看那個動作 你就會覺得很感動 因為為什麼 因為 因為旁邊的人都受到尊重了 這個是很簡單的道理 我就想說 這麼好的東西 我們一定要把 我們把這麼好的東西 拿進來台灣 把我們每一個八生 把我們每一個國民 小孩 這種基本的東西 我們要去注意 所以 我想說 這理解包括 我們 我們現在在路人開車 他反應的就是什麼 一般 我們說實在 我們一般台灣人開車 最準 我們大家也都知道 他反應的什麼 就是說 他沒有 我們沒有在 一個尊重的基礎上面去開車 大家都用攏的 要用唱的 看拼誰人比較快 還是說誰先 先 唱到那個車 完全忽略的尊重 以及 安全 安全性跟他的危險性 這就是 我覺得 這經常說 我們就是要找出他的根本在哪邊 這個根本 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他就是 要從教育上面去著手 教育上面著手 教育上面著手 之後 真自然 我們社會 整體的變得很好 所以我一直在想說 我希望這個夢 越快 越快 十分越好 越快實現越好 因為我們 真的社會蠻亂的 那包括 像這個 藝術啊 美學的部分 像說 現主席的教育 尤其是 他也沒有跟你講這種 比較心靈層次的東西 文化 他都跟你講 教中國的文化 像那個 我們在讀的 地理啊 歷史都也讀中國的東西 沒有讀我們台灣的東西 他跟在地根本沒有連結在一起 而且他是鄙視 跟你 其實說 你現主席的 這個 美學 不值得去 他是在鄙視你 我簡單說 就是說 像說五山座 五山座 他們那種美的東西 美術的東西 那是很漂亮的東西 他沒有跟你說過 那些東西很漂亮 我們要好好來 教導 小孩子 教導我們的社會 去欣賞這種美的事物 他沒有啊 他鄙視你啊 他就說 你很沒水準的啊 但是 他們 不然跟你說 高山座 他們唱歌很好聽 這是我們台灣的寶貝 台灣的寶貝 他沒有告訴你說 那些畫出來的圖騰 這麼漂亮 他的色彩多麼的豐富 他的設計的元素 在哪裡 這都是我們要教給 後代 甚至 他是很有 很具有代表性的東西 這都是 我們後代要教給孩子 教給我們的社會 的東西 我們台灣說實在 很多 很好的東西 在那 可是我們自己都去 忽略掉了 當然長期受到整個 一種 肉的中國文化的教育 還有電視的媒體 亂講一大堆 不知道的人在製作節目 不懂的人製作節目 他的看法 眼光都非常狹隘 非常的偏頗 所以 我想說 像這種教育 其實我說的教育 不是說在學校的教育而已 不是我們說 小學 中學 大學 而是說普遍的教育來講 我覺得 這些東西 不用說覺得 我剛剛說 這個我們一定要去做的 要讓整個社會 普遍去瀰漫 這個氣氛 就是說 灰的東西 我們都要保存 好像 高山中的東西很漂亮 你看客家 那些 很有代表性的東西 我們都可以帶出來 那這些東西的 它的延伸是什麼呢 延伸下去 就是 我們後面 我們後面 像說 這種 這種 它延伸下去 就變成一個很好的在地文化 你去到一個地方 比如說 各位來跟我們新的酒 客家鄉親很多 你跟一個鄉頂 你就看到說 這些東西 你去到那裡 你會覺得 這個地方就是不一樣 不一樣在哪裡呢 就是我剛才說 我們有一個教育 文化的一個延伸在裡面 我們想說 我們新的酒 也有跟五三組的 土地沿做會 我們如果有機會去到那裡 我們去到那裡 我們就發現說 這個地方不一樣 為什麼不一樣 它有它的特色 來到新的酒 你就看到 新的酒的特色 去到一個鄉頂 客家族群那邊住很多 我們就是 了解到它的特色 而且聞到它的特色 是怎麼去拼到 它有美食啊 你去拼到 就說這是什麼料理 它的特色就會 跟在地結合在一起 現時我們都沒有這些東西 我們都沒有這些東西 說最簡單就好 學校 路名都給你創什麼 中山中正 太多了 什麼接受 那都不三不俗的名 我說實在 你們對那些東西有感情嗎 沒有感情啊 所以我們要 給我們自己的名 好聽的名 有在地文化的名 我們才會 跟地方連結在一起 然後才會覺得說 我對外 我對我的對話土地有感情 然後覺得很驕傲 我們去國外 外國人做會時 人家問說你們有什麼特色 我們說得出來啊 有時候我在看路 就是說 這這名 看了我真的是 真的恭喜才 慘不忍睹啦 沒有跟在地文化在一起 然後都是硬 一定要把你強制灌進去 他們每次都說 什麼自入性行銷 我覺得這是他們最嚴重的自入性行銷 但是福家在 真的 他這些東西跟地方格格不入 所以 其實他弄了六十幾年 到今天為止 我相信很多人 對地方的認同感 絕對不是從你的地名 街名 跟 學校的名稱 或者說很多地方 那個單位團體的名稱 去連結起來 絕對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這次都要改 都要 包括這個歷史 我們都要改 每一個地方 它有它的歷史 文化觀在裡面 我們都要把它恢復 像說 他們很多 很多地方 當然現在很多社區 在努力做這一塊 但是我覺得 我們如果有更大的一個政府單位 來協助他們 會不一樣 那這個就是 我接下來又要講的 就是說 當你對一個地方有感情 有文化的時候 連結下來的是什麼 大家想說 這可能這樣而已 其實沒有 我們如果說 認真要想說 要怎麼賺錢的時候 其實它有很大的 等一下 它延伸出來是什麼 有商業利益在裡面 所以我們說的是兩方便 一方便就是說 人文的氣質 人為的元素在裡面 然後對地方產生這種 無形的 無形的認同 開始之後 接下來 觀光 它絕對可以連結在一起 這就代表什麼 你的財源嘛 所以 我們說一個最簡單就好 你看義大利 像什麼 歐洲那個芭蕾 為什麼人會賺錢 它好像靠福宗而已 它是設計這個服裝 全世界都去他們那個地方去朝聖 發展他們自己的文化 他們怎麼說去抄襲別人的 然後大家去那邊朝聖 不可能嘛 我們現在是台灣有很多 很多 很好的東西在裡面 我們自己要去發覺 我們要去發揚 甚至把它發揚出來 世界的人都會跑來這裡 我們在地的人也說要去看 絕對會有這個局面 絕對可以把它造成 而且可以做得很成功 世界的人也要看 剛才就說高山座 高山座八部合音這麼漂亮 那說實在 我大概去你 那個網站 去你那個 YouTube那個網站 我都會挑戰去聽 他們的八部合音 我覺得那是真的 很漂亮很漂亮的那個歌聲 那些人聽到會去街舞伏 那這種東西 你去世界 你怎麼看得到 怎麼聽得到 不會啊 這就是我們的寶貝啊 這就是我們好的地方啊 我們自己要有自己 覺得自己很驚慌 我們台灣既然 最大的 讓我們這麼好的東西 這麼好的五山座 在裡面 歌聲這麼漂亮 這個就是 觀光啊 與在地啊 文化 全部結合在一起啊 國外的人 你看全世界 把那些歐洲 最厲害的 音樂家 走來台灣 都聽到說 台灣這五山座 這什麼 這麼漂亮 那是震驚全世界的 那這麼好的歌聲 他們自然會來 這就是我們的文化 他們就來 來之後一定要開錢 開錢 我們就有觀光 就有收集了 這就是很很大的一個賣點啊 像觀光 阿拜禮拜 阿拜禮拜 一日遊二日遊三日遊 五日遊 阿為新德州 譬如說吉封都來之後 通吉封都來之後 他就開始 開始往事 可以連結到台北州 連接到 隔壁的伊花東州 阿那個五山座那 他可以好多日遊呢 連接到台中州 好多日遊 每一天他都有不同的行程 不同的文化 不是說 阿去到一個觀光地點 走去那個什麼 中正紀念 紀念夢 走去台北 我去那裡想 中正紀念夢 去那 我就不知道說 那對我們有什麼幫助 阿看他要做什麼 我還看 那些奇怪的東西 我去看他們那個 台客那個什麼 臨寢 那有人 我感覺很奇怪 我們每一天 我們去背 我們祖先的夢 就好 怎麼很多人 去跟他們背 他們的夢 我就覺得很奇怪 那反正 那個不管 我們要的是一個 很健康很正面 跟在地 文化去結合的東西 所以我說 欸這個幾日遊下來 花費很驚人 這個就是 創造我們地方的收益 然後又可以宣揚 我們自己 在地的文化 去到國外 國外 他們的觀光客 來到台灣之後 他回到他的家鄉 他就說 台灣的國三眾 唱歌很好聽的 人家很漂亮 要讓你 讓人看 然後他帶一些紀念品 回去的時候 他就是一些高砂的 元素在裡面 有一些客家的元素在裡面 他帶很多紀念品回去 人家看得到 這就是台灣的東西 他馬上第一個直覺 就是說 這就是台灣 所以 我們愛 好的 文化好的元素 真的非常的多 那我們一定要把我們的自信 開始培養起來 說 我們好的東西太多了 那我們要宣揚出去 再加上就是說 未來 未來 我們也跟世界 很多國家 有很正式的邦交 我們的機會 真的 說真的很好 那 教育 教育 教育順來 就是說 之前我們台灣 我秘書領外 說過 像農民啊 漁民 勞工 現實是他們只顧什麼 只顧那些老子 中國難民 他沒有在跟我們顧 他說 這是我們 真真正的 我們台灣的無敗 我們都是 哭這些人 在賺錢 在拼 拼生活 佩養我們的 我們的下一代 然後呢 為這個社會再努力 這個才是我們真正要去照顧的 啊 他們的中國 阿拜 讓他們自己去顧 他們自己跟我們無關的 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因為他是拿我們的錢 去幫他們顧嘛 那像我剛才說 那個 憲報 你看他們那些 難民看病不用錢 拿我不用錢 啊 現在他跟你說 健保費 我要跟你蓋價 要是怎樣 要怎麼蓋價 他跟你說二代健保 說幾乎就是要跟你蓋價嘛 他說健保虧損 為什麼虧損 哪有你們沒繳錢嗎 啊 你們每個月要 入那麼多錢 他又說虧損 這有道理 他是怎麼說 把那些人的 全部都取消 我保證他不會虧損 就是 我們的主員 被少數 那二十八三十八的人 在那裡 在輸費 輸得打打打打 所以你們怎麼 立憲保費 立國那麼多都不夠他們開 就是 這個狀況 我們要去了解 好 回過頭來 我們就要了解說 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 齁 真正 社會的主幹 包括很多中小企業 老闆打拼在做這種 我簡單記一個 他農業來說 後來我們要做什麼 就是很簡單 這個誰都會寫 誰都會做 只要我們有心在座每一個人都做得到 我們接種款之後要做什麼 醫療免費嘛 我是簡單記這個農業跟農民 其實農工、農民我們都要好好保障 沒有一個國家 全世界真正沒有一個國家 像現主席台灣這樣 只有在過很少的人 沒有在過大多數的人 真正很少 我想像台灣很少 絕對排得上名次 我簡單記一個 醫療免費 農民的政產很辛苦 政規支援很辛苦 那我們要做什麼 既然風太一線 線過 損失很多 新聞大家在補 損失多少多少多少 但是我很少聽到說補助 那如果有 也是這樣 照照啊 跟你這樣 那意思意思 我們要求一個農民年金 多幾百塊 他就說他沒有錢 結果他們那些人 動不動就加薪 沒有事情也可以加薪 還有年終獎金 還有年終獎金 沒有年終獎金 給你劃要造反 說實在 那都他們的特事 但是重點是什麼 他們是拿我們的錢 不公平在這個地方 他去拿我們的錢去 造福他們那一群人 不是造福各位多數的人 所以我們 農民 勞工 我們都要好好照顧 像這種價格保證 計畫栽種 因為我們都沒有 比較屬於一種 計畫性的 在做這些事情 所以說 阿拜我們要說 這個 龜基 龜基 正的龜基是什麼 那在同一個 區域範圍之內 甚至我們全國 都有一個規範在 譬如說你這幾個開始要做牛頂 我們就要規範說 多少地可以做牛頂 村的地 不可以說 今年這個牛頂的價格很好 大家就趕快要做牛頂 結果明年 時間一到 牛頂的價格 棒棒 這個事情我們不可以讓他們發生 所以我們來透過一個 計畫栽種 經營的管理方式 讓每一項水果 出來市民的價格 都很漂亮 很好 大家又吃到好的東西 我覺得這就是 我們要去做的工作 然後 因為大多數的農家 他比較 沒有了解這種企業經營 然後管理行銷 大多數他們都沒有了解 所以我們要去幫助他們 甚至某種程度 就是我們政府要介入 幫他們盜三天 這整個經銷體系是怎麼樣 那個 要怎麼買其他一個市場 不會說 像現在亂七八糟 大家都唱 要拿去哪裡買 買去拿去哪裡買 就價格翻盤 像我 像我個人是很愛吃牛頂 我到現在還印象深刻 一顆牛頂賣一塊 我就說 有時候我那時候看 買買也不是 沒有買也不是 你不買的話好像 虧對他們 買了又覺得 再侮辱他們 一顆牛頂一塊 他們再針多久 要多少肥 要花多少時間 好 早上起來 就要去顧 去順 殘水也是這樣 那個 那經驗我們說 我們台灣人 想到 想到 深冬的 地肥老麥塞 經驗很可能 我們阿拜 這種現象 絕對不能讓他們 不能讓我們 在台灣這個土地上面發生 要把所有的農民 避民 老公 照顧好洗好洗 不能再為到三個 在那拼到要死 然後 拿到手上的沒多少錢 還有健保 還給他們 送給他 稅金還給他們 送給他 真正的大財團 那都有逃稅 方式都很多很多 你如果有財 還比較有財調的 所謂有財調 我在形容是賣的 那種有財調 大家不能賣 有財調 就去官商勾結 去毛工廳 毛毛的 毛毛的 我們那個 總理就說過了 他就做過通關的 財政局長 100塊的餘生 用到我們八生 剩30塊 剩70塊剩什麼 拿去飲 拿去吃 拿去唱歌 你如果我感情好 我去找找 大家都帶去去 晚上就來唱歌 70塊 他都拿去 開調了 真正用到 來百姓的錢 只有30塊錢 這都是 後面我們要做的工作 也是 想說順便提醒大家 各位都有機會 替台灣出一份心力 而且 真正來當一個官員的時候 要拜託大家說 要記得我們的 這次不在打尾 像說 這個 這個就是道路 那個城市 城市 因為 我有一些圖片 在後面嗎 像這種 模範城市 我就在想說 現在 其實我們 去到全台灣 每一個地方 你在看 城市看起來都一樣 任何鄉鎮 看起來都一樣 這是我 我 簡單 拿出來 給大家看 那這種 這種圖片 就一個 一個 想像 他未來 我就希望說 能夠有 大家有很好的 生活空間 室外 你看 毛路很寬廣 這個還不算寬廣 因為我這在找 有時候找不到 很久 這大家可以 找到很數學的地方 這就是 我們剛才在說的水果的部分 我再說 那個 我們所有的這些道路的空間 簡單 簡單說 就是說我們這個 模範城市 我先說模範城市 這部分 我是希望說 因為現在是我們 整個台灣 我們所有看到的地方 其實去到哪裡都一樣 然後那個電線杆很亂 然後那個 街道都很亂 車都亂停 空房都是過的都是 所以我在想說 我們要恢復一個 讓每個老百姓都能夠 享有很舒適的生活空間 所以我在想說 一定 要在新的市 新的酒 來 建一個模範城市 讓它作為一個範本 那這個範本就是說 大家的生活空間都可以很充足 然後可以 有很好的 你如果要做行李 一樣可以做行李 我說一個簡單的例子 我們去到 一般來講 我們去到 任何城市 小鄉鎮 你如果行李 如果說那個地方 商業活動 比較 比較熱絡的地方 旁邊 手機店很多間 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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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間都賺錢 沒有 這個就是 我們要去做的事情 那我們要去規範 在一個 城市的範圍裡面 規範就是說 多少手機店在這裡 超過幾間就不可以做行李 是怎樣 不是說怕你賺錢 怕你做行李 屬於這個動作 是要讓你賺錢 要讓你做行李 因為 你手機店太多間 每間都在台價 你怎麼賺錢 結果那些所有的員工都在做白工 那我們如果把這些 店 我手機店只是一個舉例而已 手機店規範在一個 這一地區的人口 多少人 你有多少手機店時 你手機店才有可能去賺錢 村的你絕對沒辦法賺錢 這是固定的 我們用這個工學去修購之後 我們透過 我們的一些管理的機制 經營的機制 來建設一個好的城市 那包括說 下水道的建設 現主席我們出去外面 電費條的線 我們都要帶你 土腳 下水道這些的規劃 不可以像現主席 那路都幫你賺 賺很多賺 賺很多賺 今天你要帶什麼 他就幫你賺一賺 明天還要帶什麼 他又幫你賺一賺 明明剛才 上禮拜這麼賺而已 第二禮拜 還有人家來賺 亂七八糟 包括說 我們的大空間 也是變得很糟糕 都很窄小 然後其實 我想 我們也很多人 住在公園裡面 公園裡面 你如果去 差不多每一間公園裡面 規劃都差不多 而且 空間是很窄小的 所以我在想 以後 平均一個人 他必須分配到多少空間 我們透過 這種管理的機制 來讓大家的生活 品質能夠過得更好 這是我們要做的目標 包括 中校 修校 修學 文字的部分 這裡 這裡 包括那種 教育 這些的規劃 中小學 你同一個地區裡面 多少中小學 在裡面 讓每個小孩子 他可以有 充分的活動空間 這個才是 這個才是我們應該正常 我們說實在 一個人 你正常應該過的生活 那個品質 才可以看得出來 才可以真正去享受到 不然你看 我們要講什麼 現在學校 很會 我覺得現在現場是 尤其是那種比較密集的城市 那孩子的生活空間很會 去到學校已經不錯了 去到學校已經不錯了 但是我還是 說實在還是很窄小 要走到路邊 那邊說了 車這樣 在那裡 在那裡 都沒有在注意 說小孩子在那裡走路 哇 我都不要這樣塞平 快 說到這個 那次都要縱罰 要抓得很緊 那個都要 像什麼 酒駕 或者是 開車超速 那個都要縱罰 因為 後面 每一個州 他都有自己立 他在一個權限之內 他都可以自己立法 我先給大家預告 如果我還在任的話 我會立很重的法 來懲罰這些人 你講說 學校周邊 車數就是 不能超過多少 像美國 那種新進國家 他們都規定了很清楚 你萬一 發生什麼事情 你要負什麼責任 這個全部都要縱罰 那我什麼酒駕 酒駕幾天 都有新聞報出來 是沒幾天 我們說實在 但是 我們要去面對這個問題 現在我們台灣 就是不知道是怎樣 去學到買的東西是怎樣 那太過 太過 好像把這種酒駕 好像理所當然了 好 時間到了 好 好 那我們簡單 趕快講一下 就基本上 我講到 剛才在講的這部分 就是 他一個社會秩序的問題 交通 警察權 目前的警察權 我覺得稍微弱了一點 所以以後要加強 交通這部分 衛生環保 我剛才在講 像這種 酒駕也好 超速都要縱罰 才能夠保障 我們大家的安全 太簡單了 其實 很多很多可以講 但是 基本上 我們朝整個 好的品質的方向 去建立 現在 我就再用最後的一分鐘 把這個地方講 因為像這種捷運系統 其實他的捷運系統 我們要建立並不難 看你要不要做而已 我覺得現在我們台灣 這種公共的建設 尤其是運輸系統太少了 現在好像 台北有捷運系統 跟高雄 說到這個其實台北有捷運系統 日本時代人家就規劃好了 我們以後 新竹州 我們也要建立這個捷運系統 那可以 甚至 我們可以跟其他的州 去做一個連結 讓每個人去生活的品質很好 因為透過捷運系統 這種交通 快速道路的系統 可以改變 人口的結構 阿拜 住不說這麼小客 然後呢 可以把每一個區域 規劃成觀光區、商業區、住宅區 齁 給大家有真好的品質 這樣我時間到了 所以我 我 只要說到這裡而已 謝謝各位 現在 謝謝 請